南非那边有些初步的资料 就出了来看一看 究竟打了针或者天然感染之后 对Omicron的抵抗力有没有影响 我看过资料其实很少 牵涉的人数也很少 大概的数字就是Omicron 令到打了针或者天然感染也好 身体能够中和病毒的能力 减低了40倍 我猜今天大家起身看到的新闻头条 最常见应该是 中和抗体能力大减40倍 疫苗恐失效 这些应该是大家看到的头条 但实情是怎样呢 首先讲讲这些测试是怎样做出来的 主要是打了针或者天然感染之后 他将血里面的血清 血清就是血里面的液体的部分 液体的部分就有些抗体在 这样就看一看 其实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的抗体 究竟有多少能够令病毒失去感染能力 他将这些血清 放在不同的试管里面 然后就在里面尝试种这些病毒 比如将全组的病毒放进去种 Omicron又放进去种 比较一下 究竟两只试管里面 种到有多少病毒出来呢 抗体如果越厉害 它越能够对付这个Omicron病毒的话 中和能力就代表越强 中和的意思就是 那些抗体就黏住那种病毒 令到它就没办法感染人 打了针 之后的身体的抗体中和 这个Omicron病毒的能力 比起中和元祖病毒的能力 就降低了40倍 那大家一听这些数字 就会觉得世界每日了 40倍那我们一定死定了 大家要知道减低了40倍 就并不等于 疫苗的效果保护能力 减低了40倍 因为这一样东西是不相等的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不只是抗体的 这些测试 测试中和的抗体 只是看抗体那部分 就是不用将它说到40倍 接着就说等于 我们一定世界末日了 因为你降40倍都好了 究竟它从哪里降起先 意思就是如果它本身已经很高 那你降40倍 可能也还有很多在这里 这个事实上也是 比如你打了针的话 本身可能抗体已经有一定的水平在这里 它降了40倍 还是有些残余的保护能力在这里 实际上 做出来你都发觉 它降了40倍 但是它的抗体中和 这个奥美国人病毒的能力 不是零的 就是如果你打了针 或者天然感染之后 保护能力一定程度都能维持到 比如说这个病毒的激蛋白 就上高有32个变种 这样算吧 大家说32个变种 在世界末日之前 这些病毒的激蛋白 都没有变种得那么厉害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个激蛋白是一个很大的蛋白 它没有变种的地方 仍然是相当多的 就是说一定程度上 就代表它防止我们 例如打了针之后 天然感染之后 再感染Omicron的病毒 能力就相对减弱了 大家也都看得到 打了两针 甚至三针 都仍然有机会感染Omicron 事实上不是说重病入院 重症那些 之前就譬如Delta病毒 这样计算 去做一些中和抗体测试 它都是相比原早病毒 中和抗体的能力也都减低了很多倍 但是最终Delta病毒来说 打了疫苗之后 去预防一些Delta引起的重症 效果仍然是相当相当之好的 之前香港那两个症 袁国勇他们就说 那两个人感染了Omicron之后 身体里面 那个抗体就升得很快 因为他们两个都打了针 那就是说 其实打了针之后 那个免疫记忆 仍然都是相当强劲的 就是说一感染之后 抗体就已经升得很快 那因为这个病呢 本身由初头 比如说有伤风咳 有些病症开始 到引起肺炎 死亡这些个案 中间有两个星期的gap 如果这些人打了针之后 但是一感染这个Omicron 抗体很快升高 就是代表那个细胞免疫系统 那个细胞的记忆就在做着 那它有两个星期的空间 就应该就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保护我们的重要器官 防止我们有重症 那当然实际的数字是怎样呢 我们接着过几个星期就要很留意了 究竟这个Omicron 会不会引起一些重症的机会会大了 或者即使打了针之后 重症死亡率如果高了的话 这件事就大家一定要值得警戒 那些才是真正的breakthrough case 打了针之后感染Omicron是轻症 其实不是breakthrough case 不过其实最得人害怕的 我觉得就是说病毒 Omicron虽然它变了一种 可能它的R-KNOG 那个传染系数呢 可能去到2 一个人传两个人这样 但是一些令人恐慌的消息 它的传染系数 它的R-KNOG呢 可能就比这个病毒的R-KNOG 高得多得多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Bye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